花莲县政府从107年开始完成县内有30个部落建制爱部落WiFi设备 积极在各个乡镇部落来布建 今年度在和中华电信合作新增了24个爱部落据点 县长徐正蔚、中华电信花莲区营业处的经理和所有的贵宾 一起举行了启动典礼要提升部落的网络服务 县长徐正蔚 中华电信花莲营业处经理张世杰与部落头目等众嘉宾共同插下牌子 2021年爱部落iTripe Y5科技部件再度启动 任在北区的新城乡嘉陵部落 以及寿风乡平和部落临时差无距离视讯连线来同庆贺 现场气氛热烈 部落爱无限服务临时差零距离 让全世界看见花莲的美好 花莲县政府从107年开始在支撤会 文明会以及电信业职的协助下 在花莲县140个部落逐一建制了580个iTripe Y5热点 尤其在今年疫情冲击下发挥极大的功效 备受乡亲族人的肯定 在远距教学 在部落里 在学校里 热点就是我们远距教学很重要很重要发挥功能的地方 所以再次看到科技的部件对于现在地方的城市 智慧治理以及科技结合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我想在今年整个台湾整个世界的产业 整个透过了科技不断的转变 成为了新科技 新农业 新旅游的形态 以及新的商业形态 这一次iTripe Y5启动 今年也将在新增24个热点 县长许真卫带领宪补团队积极朝向 打造智慧城市的目标迈进 除了工部门 电信业者总经理张世杰也强调 打造花莲的智慧城镇 中华电信不缺席 很大的一个荣幸 那刚刚现场对我们中华电信有一个局期 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让我们花莲一个智慧城市 能够多做一些贡献 那这部分我们未来会再跟各处市这边多多的合作 希望说那个花莲的智慧城市 一定有我们中华电信的贡献 在公部门及电信业者努力合作下 花莲县智慧城市推广部落免费WiFi计划成果卓著 县长许真卫感谢各界的协助并表示 缩短城乡部落数位落差 有了免费网络服务也能进一步带动 原乡整体经济产业的发展 记者是玉兰玉礼镇采访报导 1号 1-2-2-4-5-1-3-4-6-0